接下来同学们,咱们进入到四级高频次当中Q字母的单词了 其实在整个26个字母所包含的英语单词当中 X,Y,Z,J,K,Q,U 这七个字母所收录的单词数量是最少的 OK,谁说的话本身如果同学们想要自己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 你不妨的话可以先从这七个字母开始搞起 基本上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全部掌握 什么类型当中就沙拉间产生了一种幻觉 总共是不是才26个字母的单词 我一晚上就能够搞定其中的二十六分之七 如果按照这种速度,对吧 那是不是沙拉间谈指一回间 所以和他相对,在背词的过程当中 还有江湖上面所谓的四大恶人 C,P,S和A 据统计,这四个字母所收录的单词 几乎在所有的考试词汇当中都占据了半笔降山 所以背词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先从最软的式子开始捏起 好,我们来看一看的话 屏幕上这一群Q字母的单词 第一个Quality 质量 和它相对的是第二个单词 叫做Quantity 数量 两个单词放在一块就特别好背了 什么叫质量 夸夸,值得夸赞的位置为质量 什么叫数量 框框 拿框子去提的称作数量 所以借助中文的拼音啊 这两个单词的拼写 是不是也能够轻松驾驭 我们再来看一看Quality 表示质量 一些扩充的一些词条 一个人的质量 是不是位置为这个人的素质 什么叫做素质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话语 把一个人学到的知识全部忘记 剩下来的就可谓是一个人的素质 大家觉得呢 把一个人所学的全部知识都忘记 剩下来的就是一个人素质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呢 我们所说的真正的高素质的人才 不一定必然对应着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群体 未读过书 未上过学 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普通人拥有高素质 与之相对 就算的话本身拥有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配套的 我们讲道德准则去进行自我约束 我们仍然说它的素质不一定必然高 人的质量叫做素质 那物的质量是不是可以转化成为品质这个概念 随着后面两层中文就相当一个逻辑的推导了 接下来看下一个词条 qualify 大家还记得IFY作伪罪表示始动吗 对吧 使之变得简单 simplify 使之变得纯净 叫做purify 进化 对吧 使之变得正义合理 叫做justify 使之有身份 是不是叫做identify 这一堆词 都是以这个始动伪罪来结尾 所以qualify字面解读 使之有质量 使之有资格 所以叫做使有资格 使合格的意思 接下来 看一看作文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表达 也是咱们国家教育改革 长久以来致力的目标 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 以素质作为导向的教育体制 位置为素质教育吗 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 以素质作为导向的教育体系 和它相对 如果我们把第一个单词 稍微做一下改写 写成了exam这个词汇 以考试作为导向的教育体制 就咱们平常经常所说的 意识教育了 大家记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 下一个扩充词 qualification 来自于qualify的名词 既然qualify叫做 使有资格 使有资质 所以自然qualification 叫做资格自知的意思了 喜欢看球的同学会知道 资格赛 是不是叫做qualification match 对吧 好 接下来 teaching qualification 教学资质 medical qualification 医疗资格 legal qualification 是不是叫做法律资质 所以加入这些行业之前 是不是首先必须要考证 还记得证书那个词吗 certificate 对吧 你要进入正规学校去教书 要考教师资格证 对吧 你要当律师 是不是要去参加司法考试 所以所有这样些资格资质的认证 也变成了你们在座的大学生 在本课期间的话 所需要稍微关注一下的对象了 对吧 下一个词汇quest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词根 它做词根的含义就表示追逐追求 所以quest做词根含义保持不变 跟它的单词语一样 追求寻找 第一个构成的小词组 inquest of 是不是就等同于insert of 寻找找寻 对吧 这个我要找到你 不管你在哪里 inquest of somebody inquest of something 接下来第二个词组 quest of 为了什么什么东西 而去追寻寻找 就翻译成为追求了 比如说追求理想 追求梦想 OK把这个单词 稍微加上一些前缀的变化 大家可能就更加熟悉 反复不停的去寻找一个东西 是不是一定是希望 想要拿到这个东西 所以还记得request的那个单词吗 要求 恳求 ask for something politely request 对吧 大家一起来找寻 最终把这个东西找到 是不是变成了conquest 征服那个词了 对吧 下一个词汇 quarter 这我们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铺垫 quar 做数字前缀 表示四 对吧 当时讲一 uni 包括mono 包括so 表示二的前缀 bi by du du 表示三的前缀 是不是就是tri tri 表示四的前缀 quar 所以当他做数词的时候 就表示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平常看体育比赛呀 四分之一决赛 是不是叫做quarter OK 第二 把一年分成四份 每一份是变成了一个季度 第三 把一个小时分成四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是不是叫做一课钟 四分之一个小时嘛 所以记清楚 酷 做数字前缀 表示四 像这么一堆中文 杀了前可以秒杀 最后一个单词 Question 问卷 调查表 来自于Question 不满Question的表格 自然就会称作问卷了 现在Q开头的字母 咱们就讲完 进入到下一组词汇